为了维护房屋税及正确 新北市税捐基争处展开房屋税 税及与使用情形清查工作 清查重点包括了房屋使用情形 减免税房屋有无变动 还有新建、增建、改建房屋 有无申报等等 为维护房屋税及正确 新北市政府税捐基争处 每年从2月份起 会例行举办房屋税税及及使用情形清查作业 清查重点包括房屋使用情形 减免税房屋有无变动 与新建、增建和改建房屋有无申报 依照房屋税条例规定 房屋税是以附着于土地的各种房屋 及有关增加该房屋使用价值的建筑物 为课征对象 伪装建筑物房屋也是房屋税的课征范围 因此房屋不管合不合法 都要依法在建造完成日期30天内 向所属税捐基争机关申报设立房屋税集 如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申报而发生漏税者 除了补缴因纳税额外 还要按锁漏税额除以两倍以下罚还 另外提醒民众 缴纳房屋税只是履行纳税义务 不会因此使违章建筑房屋变成合法 此外清查作业除了运用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查核外 如有必要也会派员到现场勘查 相关人员都会佩戴职员识别证 执行作业期间也请民众协助配合 记者成品正门期新北市采访报导